感恩观世音菩萨,感恩卢台长,我来自棉兰,我要问他的在自己,孩子是吧,孙子,孙子,我的内生,几年啊,2004年,数什么,数猴,脑子坏掉了,对啊,对啊,卢台长。 好,有一个灵性在他身上,哦,有灵性,灵性一个鬼啊,他每天到了晚上闹得更厉害,白天好一点,听得懂吗,这个灵性是一个舞的,很喜欢动的,所以他人会不停的动,明白了吗,他皮肤还不好,身上皮肤啊,经常不好。 好,他喜欢喊喊这样,呃,卢台长,是什么,你要把身上这个鬼啊,把它念掉,不念掉的话,他一直是这样,慢慢的,他就变得傻了。 什么,你拿话筒讲,我,我们,我的,呃,我的,有拍照,看在后面有他的鬼了,看见了吗,看见了,看见了吗,他拍照,拍到这个小孩子后面的鬼,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,明白了吗,台长现在都看得到他呢,我现在可以,他可以叫他老实一点,但是问题,你一定要念经给他,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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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现在看看,他要多少张小房子,小房子,要做什么功课,啊,啊,他叫什么名字啊,他叫恩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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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,跟,跟台长也在拜拜,拜拜,啊,就在那里,站在那里,站在那里,没关系,站在那里,啊,玩这边可以,啊,我告诉你,他一直要笑,啊,那个鬼啊,那个鬼是笑鬼, 你叫他,你叫他站在那里,没关系,台长帮他治,不要到前面来,站在那里,好不好,站在这边,给咯,看看,啊,叫鲁爷爷加持,喂,看见了吗,大家看见了吗,叫鲁爷爷,看鲁爷爷,他马上就会拜, 现在知道了吗,啊,拜不拜啊,嗯,现在明白了吗,我告诉你,这是身上的灵性,这个灵性跟你们家族里面杀业有关系,你们家里有没有人钓鱼啊,哎呦啊,他的爷爷啊,哎呦,爷爷喜欢钓鱼,以前现在没有了, 还是他妈妈有打他,爷爷还活着吗,活着,爷爷的身上的鬼到他身上,是不是爷爷很喜欢他啊,爷爷没有这样喜欢他咯,没有这么喜欢他啊,那么冤结咯,明白了吗,明白了,给他念小房子一百,八十张,一百八十张,千年一百八十张会好起来,接下来要二十一张,一波一波不停的念,而且还要放生,要给他放八千条鱼, 八千条鱼,慢慢放,慢慢放,好吗,好好好,还有,这个小孩子,你们每天,除了给他念经,还要给他叫魂,他的魂魄不齐,每天早上八点钟,啊,对着佛台,叫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,能够让我孙子某某某,能够魂魄归孙,叫三十次,明白了吗,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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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他一看见我,他就看得出台长是谁了,因为他身上的灵性看得出,因为我在八战的时候,已经有很多人附在身上灵性,他一看见台长,他就知道我是谁了,明白了吗,明白,明白,看看台长爷爷是谁啊,叫卢爷爷,他讲不出来,他不会讲话,他动作,我知道,他动作就知道了,他会这样,他会这样, 在我家里的,喂,我告诉你啊,我要治他很容易的,但是问题,没有这个时间,如果当场叫他好,他可以完全好,但是问题,回到家又发病了, 因为这个灵性,要拿到小房子,他才肯离开,不拿到小房子,他不会离开的,就是我现在跟灵性讲,你离开他啊,他现在蛮好了,哎呀,你们鼓鼓掌,好像很好,但是回到家,灵性又上升了,你必须把他小房子念到位了,之后,他彻底改变了,一共大概至少要八百张, 叫他的妈妈念哦,妈妈念,爸爸也要念,呀,对,对,好吗,每天念,你会看到他每天好起来的,这个孩子,我告诉你,还有肠胃也不好,会经常痛,鼓掌啊,对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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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现在知道了吗,叫我话不好,啊,智子这种小孩子,小菜一叠,台长跟你说,你好好地帮他念,念到八百张,你只要念到两百,一百八十张之后,小孩子会明显, 好转,非常容易,送到医院里,没有办法的,因为这种灵性病,医院没办法看的,你要,身体上的病,好看,医生可以帮你看,灵性病,怎么看呢,听得懂吗,小房子坐了,经历了,他会正常,就会好起来了,一天一天会好起来了,一百八十张,而且要帮他许愿,这孩子如果以后好了,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,明白了吗,要度人吧, 至少出去告诉我们的华侨,说,要好好念经,要学佛,对不对呀,这就叫愿力啊,明白了吗,明白,明白,这小孩子,我告诉你,你们真的要当心啊,这个灵性,有时候还让他,就是尿湿裤子啊,尿湿裤子啊,我告诉你们, 你们不要不相信啊,你们不要不相信啊,这个世界很奇妙,看不见东西太多了,好吗,还有什么问题啊,差不多了,我家里的神台要,太长把我看一下, 你家里的主人属什么,就你了,主人我,你属什么,属百兔,百兔,六十六岁,六十六岁,六十六岁, 你们家的佛台,这个神台是一个有三层的,对,对,嗯,你把家里的祖宗啊,要把它收起来,我放在后面的,你放在后面就是要把它收起来,为什么呢,他们,因为有的祖宗啊,已经投人了, 有的呢,是鬼,有的呢,已经不在地府了,有的人呢,也没到天,你把他,把这个鬼呢,老供在家里的话呢,他其他的人就会来,听得懂吗, 听得懂,如果你要记自己的祖宗呢,你比方说到清明节,到中元节,七月十五,到冬至,都可以拿出来,还有这个亡人走的时候的祭日,你可以拿出来拜,拜完了,把它收好,永远不要一直供着,一直供着话, 你会倒霉的,请得懂吗,我有供养观世音菩萨,我看一看啊,供养观世音菩萨,你放在最高了嘛,放在最高一层里面,已经有三四多年了,嗯,还可以,嗯,菩萨还来,菩萨有来,嗯,杯子太小,供菩萨的杯子太小了,一个是,啊, 不可以,要三杯,嗯,两个杯嘛,更好,因为,你把这个大杯水啊,倒下来,不要自己嘴巴吃,倒在另外杯子里,你再喝,对,这个孩子都会有好处的, 如果这个孩子身体上皮肤痒啊,你可以拿棉花擦的,一擦就淋,很淋的,好吧,我们,如果你实在没水的话,我们这里有观音堂,这里应,亚迦达有观音堂,你去问他们要一点观音,他们供过菩萨的水,非常淋的,哦,好吗,好,好,好,感恩,谢谢, 谢谢,还有什么问题啊,谢谢感恩观世音菩萨,啊,再给他,给他老婆,啊,给他再看一下吧,给他看一下吧, 讲啊,他的膝盖为什么会一直疼啊,几几年属什么的啊,这个也是属佛的,八十年,八十年, 哼哼,养他的时候,每天吃活海鲜,他的妈妈啦,这是我媳妇,就是媳妇呀,我就说他呀,他啦,他的妈妈,你的妈妈,生这个孩子的时候,哦,生这个孩子,对呀,每天吃活海鲜,现在,螃蟹呀,鱼呀,活鱼,全部在他的腿上,我现在看见,恶心得不得了,堆在一起的,全是头, 所以你现在,现在知道了吗,每天念往生咒,明白了吗,要念四十九遍,很短的,还要念心经,还要念大悲咒,明白了吗,知道了,看得到,全是那个灵性,否则的话,他的脚血脉不合,啊,会烧痒,皮肤不好,听得懂吗,嗯,好了,好好念经啦, 不要太凶啊,不要太凶啊,我帮你老公讲两句话了,你老公比他好啊,老婆厉害啊,眼睛小,一瞇,他老公吓得来,马上到厨房里,炒菜去了,你看他先生看见,对对对,马上叫卢台长救救我了,哈哈哈哈哈哈,好了,听话了啊, 这个孩子大概,要九个月到一年,就会好了百分之大概八十七到八十,好了,没事的